有养生专家说 沉迷手机是年轻人熬夜的主要原因 在这高压的环境下 求求有些专家别揣着名牌装糊涂好吗 手机就是一杯锅侠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今天我们以销售员工的视角 来剖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 早上6点20分 你穿上了并不舒适的西服 从公交挤到地铁 穿越大半个城市 向客户介绍自己公司的产品 一直谈到10点29分 客户临走之前跟你说了一句话 我回去跟老婆再商量商量 你知道这只是一句客套话 这一单又没谈成 但你还是挤出了笑脸 送他上了车 11点钟 突然一周胃痛提醒你 一上午什么都没有吃 你赶紧在附近便利店 买了一份速热便当 急急忙忙吃了几口 又转了三次公交车 回到公司看会 边听着老板讲那些毒鸡刀 还要边点头骨掌 老板讲到激动时 你赶紧拿起笔在纸上记录下 那些屁都没用的废话 但你的表情还要装出 很欣赏很崇拜老板的样子 14点13分 老板讲完话 你很幸运的被点名上台 在全体员工面前 大声的宣示 自己下个月的业绩目标 你挺直腰板 目视前方 下个月一定完成8万 冲刺10万 晚间7点43分 你终于回到出租房 一进门立马扯掉 勒脖子的领带 还有卡当的西库 只觉得自己的灵魂 在这一刻终于被释放出来 明明已经特别困特别累 但当你打开游戏 突然明白 原来现实生活才是虚拟世界 每天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好像自己的任务 就是供这个世界里的有钱人寻开心 在游戏里面 反而可以脱下书尾面具 为自己活一榜 凌晨1点16分 你还是舍不得闭上眼睛 看来看窗外不禁产生纳闷 这外面怎么这么黑啊